8月26日晚刚刚在美国晚婚的刘晓清首都公开现身抵达机场 当天刘晓清心情大好 面对记者的镜头始终面带微笑 为了分享心中的喜悦 还特地让助理拿出喜糖分发给记者时 无意间露出无名指的婚戒幸福满意 据工作人员透露刘晓清目前没有吸引计划 由于工作繁忙 此次回国将与丈夫王小玉暂时分居一地 另外对于刘晓清的婚事 在男方子女反对的传闻 对方直言完全处于空穴来风 并表示子女们都很喜欢她 婚纱照就是子女们送给她们的结婚礼物 另外近日有媒体采访到了刘晓清新任老公王小玉移民前的女友刘女士 据刘女士透露 30年前她们的关系非常亲密 王小玉不禁把自己的女儿带去和刘女士同住 更写了多封情书 两人甚至育有一子 但自从王小玉去了美国后就失去了联系 刘女士几番突然寻找 但王小玉身边人谎称她得了癌症过得很惨 如今30年过去了 如果刘女士所说属实 孩子也应该已经长大成人 刘女士称直到2012年她才找到王小玉的联系方式 但王小玉似乎并不认这个儿子 刘女士对记者说 她这次出来只是希望王小玉认回自己的儿子 别无他求 对此王小玉和刘晓清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截至发稿前刘晓清并未做任何回应 凤凰视频整理报道